包蛇蓝 作为一种室内绿植或蓝花类植物 名字可能因地区而异 其养护和管理 需要综合考虑光照、温度、水分、肥料及换盆等多个方面 第一,光照需求 包蛇蓝对光照要求不高 但也不能完全置于阴暗环境中 最好将其放置在室内光线较强的位置 如窗台上或接近阳光 但避免直射的地方 长时间直射阳光会导致叶片变黄 适当提供散射光 有助于包蛇蓝进行光合作用 保持叶片翠绿 第二,适宜温度 包蛇蓝适应性强 但最佳生长温度在16-24摄氏度之间 夏季温度控制在20-30摄氏度 冬季则应在10-20摄氏度之间 避免极端高温或低温 以免对植株造成伤害 第三,浇水原则 遵循干则浇,湿则停,适当偏干的原则 包蛇蓝不喜过湿或过干的环境 盆土应保持八分干二分湿的状态 浇水一般在清晨或傍晚进行 避免在中午高温时浇水 夏季需水量大时 可适当增加浇水次数 但不可积水 使用清洁无污染,微酸性的水为佳 注意水温与土壤温度相近 避免温差过大 第四,施肥 包蛇蓝生长缓慢 不需要频繁施肥 在生长旺盛期 可每隔10-15天施一次稀薄液肥 以天然有机肥为主 如腐熟的农家肥或复合肥化肥 使用时需注意蛋磷钾的平衡 并严格控制浓度 第五,换盆与修剪 包蛇蓝不需要经常换盆 但最好每年换一次 换盆时间选在春季 使用新鲜土壤替换旧土 并修剪根部伤痕和死亡部分 定期修剪黄液 枯叶和过密枝条 保持植株通风透光 还有其他一些管理经验和大家分享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避免长时间密闭环境导致病虫害滋生 在干燥环境中可适当增加空气湿度 如使用加湿器或定期喷水 包蛇蓝花停纤细而且静止 一般开粉紫色或者黄色的小花 也有少数是粉色的 观赏价值比较高 可以用来做盆栽养护 也可以用作切花 包蛇蓝的花期是7到10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